一、以自我被忠心的人,将困于人生最大的陷阱,人人都有自我、身体、思想、财产、名誉、地位等等。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,不仅要为自己活着,还要替他人着想,后其身而身先,外其身而身存,我自被过分强调,就会变成诅咒。 二、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,将丧失自我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可是许多人偏偏喜欢按照别人的眼光和说法生活,就像预言中那个海湾学部的人一样。 这种人将丧失自我,个性及其所能带来的一切,本色最美,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。 三、事与身者天机前,万物往往丧至,贪欲难免败身,故今以嗜好和贪欲身属加丧的是太多了。 当今世界,日心日意,心生事物,层出不穷,如不以事业和修养为重,随时都会陷入可怕的危机。 四、骄傲如满月,日见亏缺,千世如心愿,日见圆明,骄傲的人,总以为自己有学识,有能力。 然而骄傲的真正原因是无知,请记住列夫托尔斯泰的巧遇,如果把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比作分数值,那么他的自我评价就是分母,分母越大,分数值就越小。 五、善战者,立于独白之地而战,任何人都渴望成功,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然而临约现局,不如退而结枉,临时抱佛脚,不如平时多烧香,只有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参与竞争,这才是明智的做法。 六、缺乏自知力的人,百无一成。 你敢戴起铁铐跳舞吗? 文尼多先生把诗笔做戴着铁铐的舞蹈,是耐人寻微的,不能设想没有规则的游戏,也不能设想没有控制的言行,只有在规则和规矩的控制下,一切才会美好。 七、不能超越自己,便无法超越别人,人对了,世界就错不了,一个人能否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战胜对手,赢得一席之地,决定于能否战胜自己,而比之于战胜他人,战胜自己是一个更大的难题。 八、交友是人生重中之重,关乎一生成百,有意对于人生的意义,大概怎样夸张也不过分,有太多的人,因为朋友而决定了一生的命运,是这一点。 是所有,交友的话题万古长心。 九、送花的人周围满是鲜花,种次的人身边满是荆棘,这是一个怎样带人更有利于自己的问题,答案非常简单。 善待他人,最终有利于自己,而与人为恶,会信自己与万劫不复的境地。 出乎而辙,反乎而辙也,你的人生道路是铺满鲜花还是荆棘? 决定于自己,而身,没有足够的气量,便没有做大事的规模,勿求理解,只要宽容,与其斤斤计较,不如一笑致之,尤其不要试图改变他人。 网开一面,也许会四方来归,披颈斩席,不如绕过去,和乐而不为。 十一,善于把握人性,才能赢得人心,得人心者的天下,使人心者是天下,人心及天命所归。 要想赢得人心,必须善于把握人性,尤其是人性的弱点,人性如天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 十二,语言的力量,足以倾倒是人。 前此历史上的一切群众的运动,都是由于语言的力量。 这种说法虽然令人难以构同,但是说出了一个事实,这就是语言纳乎风坏语般的作用。 它启示我们,语言就是力量,它足以征服人心哪知一切。 十三,独立独行,难用是,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多数主宰的世界上,权力是多数赋予的。 命星是多数捧红的,富翁是多数养肥的,而多数的实质却是平凡,在多数可以否决一切的情况下,还是和光与晨一样,与大家打成一片吧。 十四,反复无常的人,众叛而亲离,身处变幻无常的现代社会,改变追随对象或合作伙伴,的机会大大增加。 然而中国人特重忠义,那些跳槽者往往会被看作叛徒,脚踩两条船也会被看作反复无常的人,忠义并不等于暴残首缺。 怎么办呢? 十五,积极万事可来,消极,一事无常,天下是无非三种情况。 不可能成,不可能不成,可能成可能不成,绝大多数情况属于第三种。 因此积极或消极,成为事业城外的决定性因素。 如果说城市在天,那么你的心态就是老天的旨意。 十六,躺在床上上不了路,计划可以在实施中完善,条件可以靠创造去成熟。 等待万事俱备,只能使计划胎死腹中,要远好就不可能,没有风险。 也许最大的风险是等待,最稳妥的办法是盖起来。 十七,闪于借助外力,事业才有支点。 还记得爱基米德的话吗? 给我一个支点,我可以翘起地球。 任何事业都需要一个支点,这个支点就是借助外力。 人的天性虽然有自私的一面,但也乐于相助。 只要你有一幅美丽的蓝图,它是最好的摇钱术。 十八,钢琴不容第三只手。 弹钢琴虽然必须十个指头都动起来,但是绝对不允许有第三只手的介入。 同样,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做主。 五,对彻轴败事的第三只手,一要小心预防,二要严正警告,如果还不锁魂,就果断地斩断它。 十九,工作专注于事业之成功成正比,业金于琴,而荒于稀是一条铁律,专心工作的人才能走向成功,越能专心,成功就越大。 正如寻辞所说,引五爪之力,金骨之强,上石埃土,下瘾黄泉,用心一叶,谢六贵二二豪,非十三之学而无可寄托者,用心造也。 二十,致命的失败,决定于微弱的劣势。 你知道吗?光荣的成功者与可谓的失败者之间,其实只差一点点,一个球的比分是已输掉一场球赛,百分之一的次品足以毁掉一个名牌,所以却不能忽视微弱的劣势。 而要力争那决定性的优势,二十一,被失败几百,才是真正的失败,每个人都要经历失败,或迟或早,这不是不祥的预言。 上帝的学校是不允许缺课的,世界上没有一般封锁的事。 屡败屡战是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,所以真正的成功者只能是那些历经失败而精神不倒的人。 二十二,成功的秘诀在于更智慧,而不是更辛苦,人们总是强调吃苦耐劳,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,为什么一定要吃苦? 为什么不是图移而分的耕耘,去赢得十分的收获? 知识经济时代,极智慧经济时代,与辛苦劳作相比,智慧更有含金量。 二十三,一条路走到头的人前景黑暗,并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,也没有一条永远正确的路。 差距好离,又以千里,不知调整方向的人,前进越快,离成功越远,最好是一面前进一面探索,发现错误,坚决纠正,绝不在错误的道路上多走一步。 二十四,做大事不可惧小节,远行的人不能万万腾缠住双脚,做大事的人不能因小节而停步。 至于小节,避坏大事,当整体与局部,利益与道德,理智与情感发生冲突时,不仅要识大体,民主次,还要有壮士段位那样,的果断和坚韧。 二十五,全胜利器,不可是人,战士的剑只有在血光中才能看得见,全胜的利器一旦暴露,你将在剑拔出来之前倒下去,永远倒在悔恨的血泊里。 二十六,善善者,必求之于是,聪明人做事注意用事,而愚蠢的人却直接用力,用事可以似两波弄千斤,用力却如与钱皆之力相抗衡。 那上加拿,所谓英雄到实时,只有在善于弄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。 所以孙子冰把说,善战者求之于是,不择余人。 二十七,挑战极限,当心物极必反,极限是可以挑战的吗? 否,从来没有人突破过真正的极限。 那些成功的挑战者,突破的不过是一些较大的障碍而已,真正的极限是不可逾越的。 挑战极限的冲动中,潜藏着巨大的危险,还是适可而止吧。 二十八,智者不无双刃剑。 大凡只剩的力气都有伤己的危险,然而在利益的诱惑下,有人却舍不得离开这种双刃剑。 于是脚下忽深忽浅,心头十明十暗,前途变得扑朔迷离。 智者从来不无双刃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